大家好 我是小月 今天北京刮大风了 感觉外面好冷 学校安排今天打第二针疫苗 我们刚刚打完了 果果现在打疫苗比以前勇敢了 今天全程没有哭 果果 爸爸问问你 你上次打疫苗的时候都哭 这次为什么没哭啊 因为这次好多小朋友都在呢 哭了那就没脸了 下次没脸了 因为你们同学都在那呢 是吧 主要是那个打针的地方 大家都不哭 其他小朋友都特勇敢 他就不好意思那样那么胆小了 今天打完针 他们学校刚好放一天假 今天就送便带果果过来办个身份证 因为平时我们出去的话 像坐飞机啊什么的 还要拿户口本 特别不方便 对 我一直没办身份证 他平时周六日放假的时候 这个派出所护肌科也那个休息了 今天刚好是周二 所以我们过来把身份证给他办好 就要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办了 出门就不用拿户口本 就比较方便了 对 刚刚果果拍了照片 然后采集了指纹 说10天以内就办好了 等通知让我们过来取 今天就办成功了 走 咱们赶紧回家吧 外面太冷了 刚刚回家的路上去超市买了点菜 大卫回家就着急收拾起来了 太饿了是吗 我看你们俩在坐着 果果主说他饿了 今天吃个炒腥包菇 酸菜鱼 感觉北京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 刚刚在超市买菜的时候 顺便在一楼给果果看了两件新衣服 果果 出来试试 这是一件家戎的上衣 花花的 果果觉得挺好看 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厚的棉裤 感觉怎么样 果果 让你爸爸去看看 挺好看的 特帅气 刚才你爸爸在超市说这衣服太花了 我跟果果都觉得特好看 因为他还配个裤子一配 穿上去就比较好看了 酸菜鱼出锅 晚上果果有节舞课 我现在陪他去翘节舞去 果果你今天穿着你妈妈给你买的新衣服了 是吧 等会儿 翘节舞的时候好好跳 哎呀 把果果翘的热的 热了吗 爸爸摸你头发 坐上了没有 我看你翘的挺好的 今天晚上的风太大了 我跟果果刚刚翘节舞回来 冷吗 冷 看看果果 翘完节舞回来说他肚子饿了 端起剩的酸菜鱼又继续吃了 我刚刚给他热了一下 笑什么呀 我们两个翘节舞回来了 你看你睡的 我刚才没刷完 我感觉特别困 就睡了会儿 练着好多天没休息了 困得不得了 你说一会儿吧 果果又开始吃了 让我给他把酸菜鱼热了一下 我起来收拾一下 他说他饿了 我去洗碗吧 你要不直接睡吧 我去洗碗去 感觉今天没干什么 还挺累的 我看你特别累 其实我也特累 我感觉 一天上下楼就好几趟 我估计咱们今天老出去 下面风也大 把人吹的眼睛也酸了 隋悦 你看不过在外面 一个人就坐在吃的了 主要是今天他没上学 咱们俩在家带了一天孩子 感觉跟中流连上了 但是今天给他办了两件事 把疫苗也打了第二次的 也把身份证办好了 是吧 明天他早上上学去 咱们还能轻松点 光干自己的活就行了 今天是又干点零碎的活 还带了一天孩子